大家好,我們是艾塔普雷 今天是大年初四,我們要去露營囉 這次我們要去的是位於桃園復興鄉的 爺亨夢幻溫泉露營區 從台北開到露營區也要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了 這個營區的特色就是 它主要都是以大雨棚為主 而且還有溫泉可以泡喔 是不是超酷的 快速的搭完帳篷之後 吃完午餐大家就開始玩 目前很流行的俄羅斯麻將拉蜜 超酷的耶 但是要做順序 對,要做順序 你這樣順序你會清楚 要接融 加起來三次 對 可以多組,大概一組就是三張 不得不說拉蜜真的是一個非常吃羅級的一個桌遊耶 因為你必須要動動腦去想別人會怎麼出牌 然後要怎麼樣把自己的牌全部出光 很需要動腦喔 接著為什麼我們要特寫這一鍋食物呢 因為這是我們近期的新菜色 自製關東煮 利用冬天的蘿蔔 用這種煮法可以吃出蘿蔔完整的甜味喔 超讚的 現在的時間大概是晚上八點左右 外面的溫度只有三度喔 還好我們有帶這個火箭爐 邊烤棉花糖邊取暖 好幸福 現在是大年初五的早上七點多 我們正在拉拉山 因為拉拉山這裡的停車位非常的少 所以為了要有停車位停 所以我們騎了一個大早特別來爬山 拉拉山上有很多的巨木 喔對了為什麼不是叫神木呢 我們特別去Google了一下 原來神木跟巨木指的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地方用語不同 這些小孩的角力真的是蠻不錯的 他們可以自己完全的走完全程喔 值得掌聲鼓勵鼓勵 這一個二十 這一個二十 二十欸他們好好開喔 現在三十看到長長的排隊車潮 就覺得決定早起出發是值得的 好可愛喔 營區裡有附設這種罐頭式的簡單溜滑梯 妹妹可以衝另外一邊啦 有兩邊不是嗎 即使已經慢慢長大了 但是對於這種溜滑梯的設施 還是玩得很開心呢 接著就簡單的來看一下營區有一些什麼硬體設備吧 首先呢紫色的這一台是脫水機 然後還有飲水機 有一個冷凍櫃冰箱 還有一個冷藏櫃冰箱 整體冰東西的空間還算OK啦 旁邊呢緊接著會看到就是有淋浴間跟廁所 那因為這裡有湯屋 所以如果你有預約湯屋的話 基本上不太會用到這裡的淋浴間 然後很特別的是這裡的洗手槽是熱水喔 如果連洗碗槽也有熱水就太幸福了 接著現在看到的是湯屋 每一小時的費用是300元 其實還蠻划算的耶 裡面有附射沐浴的用品 然後水超強的 洗起來很舒服喔 媽媽我還有兩隻 好啊 我喝一隻已經吃了 媽媽 之前吃了仙女棒的那種 你傻肉了 來 來 每次出來露營都提早露睡了 伊凡卡 這次終於玩到仙女棒了 爺亨夢幻溫泉露營區 其實是一個還不錯的露營區喔 是值得回訪的呢 媽媽的影片 請訂閱和分享 下次見囉 掰掰